一、二、三、二、三 這是去年武戒部落發生的森林火災 由為在武社人愛秀芳區關卡現場 已經接近一段時間 救災效率大大降價 這也是長期以來 很多人愛鄉民心中所完成的問題 就比方說我們上一次在法治發生火災 就是因為救護隊太遠 救護隊的效果不是那麼好 原來像地區太大了 然後從武社到這邊 人就已經死掉了 房子燒掉了 那個也沒辦法救啊 所以希望說能夠在這個村子裡面有一個消防 為在萬鳳村的萬鳳派出所 早就和平家法治派出所 整棟建造物目前放在裡面 只是門口放一支電話 如果民眾遇到經濟的事情要報案 再利用這支全山電話的報警 即使一旦真的發生事情 警察官告為至少要20分鐘 竟別說是為在武社消防隊 對方民眾人為 好好一檔建造物放在無用實在可笑 如果拿來設立消防分隊 作為辦公廳所使用 可以改善親愛萬鳳 發在這條山的救災救難效率 就是現在是限制空間了嘛 希望當然是消防隊 消防隊能夠來進駐嘛 能夠設立現在的救護隊 最重要 對我們這一區 法治萬鳳親愛 比較有實質的那個需要 這個派出所原來的空間 真的很可惜 就是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兩個單位 去研究今年 來設一個消防的救護站 來對原住民地區 能夠在緊急後送 緊急需要後送的病人的時候 能夠在 能夠縮短他的緊急後送的時間 人愛婚局製作 官府已經同意 如果小鳳家有議員可以保養 小鳳家表示 萬鳳派出所的利用已經在進行幾月 未來是有可能設立緊急救護車 不過目前要沒有一個定案 要需要跟相關單位進一部討論 以後再來決定 計較王朝聖柴方報道